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这两期有兴趣说说不单 原因是因为不单和中国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就是关于不单和中国边境问题 这总是要解决的 这么多年来没有解决 中国周边14个国家 12个国家都解决完了 剩下两个 一个是印度 印度是挑事 他不干 他要报1962年之仇 他在美国的战车上要跟中国过不去 所以印度的边界问题 印度和中国的边境问题解决得太难了 另外一个就是不单 不单跟中国 清朝以前不单是中国的附属国 清朝国力衰弱才被人家切了去 不单和中国距离这么近45公里 这个和我们相邻的边境那么多 不单和中国的关系没发展 这么多年来 最近稍稍有点松动 原因是印度人不高兴 所以最近在印度和中国 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中国和不单的这样一个谅解 备忘录 实时上是中国走出了外交主动 中国一直主动 主要是不单 他在政治上被控制 军事上被胁迫 情报上被人家把握 所以不单 几十万人口的这么一个亡国 没办法 只能如此 现在情况有那么一点改变 不单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被瞩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两件事 一件事是不单的新国王 新国王据说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 所以就引得全世界有灰姑娘情节的人 把不单向往成世外桃源 还有有个叫梁朝伟的什么刘嘉玲的两个人 08年到不单去结婚 好家伙 不单的这种香格里拉 世外桃源 这次婚礼 有请了很多人注意 我上两期 我告诉各位 我曾经到不单去过 不单那地方有那么昂贵的消费 我都不知道 看了之后 我觉得真是暴殖天物 我一个人住的房间 卷2000美金一个晚上 各种各样的名酒 叫你喝 随便喝 我滴酒不沾 就纯粹是浪费 跳个沟河晚会 几十个姑娘陪着你 哇 长袖晒舞 突然间你想想 在中央电视台出现晚上 一大堆的舞蹈演员 陪着你跳舞 下边没观众 你什么感觉 有点诡异 这个国家 有人说 司马南 你现在 你就言论 你说不单 人家说不单 全是最幸福的国度 你司马南 你去过一回 你就说不单不幸福 他们有人批评我说 司马南 知道吗 新冠病毒 疫情根本就不可能 侵蚀到不单 不单现在没有疫情 所以不单是幸福的 这事倒是 这事倒是 站点边 不单的确是 在新冠疫情方面 处理的比较好 你知道为什么处理的好吗 为什么 分国呀 对不对 朝鲜处理的也好呀 分国呀 很简单呀 在近乎隔绝的情况之下 那不单还是有六个 不单还是有六个 朝鲜有多少 有几个 我不知道 可能就没有 是吧 所以在不单近乎 分国的情况之下 不单如果你不坐着飞机 你就进不去 你开飞机也进不去 到目前为止 由于不单那个机场 在一片山 它是喜马拉雅山 延伸线 主卖延伸线上 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它那个机场 它必须挖下去 就那么低 只有很窄的地方 能够飞进去 所以到现在为止 据说呢 全世界能够飞 不单这个机场的 只有这么十几个飞行员 你想进去投渡 你想进去穿上病毒 你做不到呀 不单为了这两年 陷了流 把病毒都挡在大门外边 如果你从印度乘坐 高危航线进入不单 那太难了 那太难了 我当年去不单的时候 是从尼泊尔过去的 我到现在 我都想不明白 他那个尼泊尔的机场 太简陋了 那行李传输线 行李传输线 就跟我们怎么形容的 就是一个几道铁炸了 然后呢 这个一弄 咕噜咕噜一咕噜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行李 那来自全世界各地 那些有身份的人的行李 非常讲究的行李 就在那么简陋的上面 嘻哗哗啦就下了 而且呢 那么大个机场 那个跑到 有点像二战时期的 那个机场 那小飞机就停在那个地方 几点钟飞 没点 没点 我们说时间来不及了 就不得了 好 人家没点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都是他 但是据说 这驾驶员 驾驶技术不得了 否则的话 不单机场 你根本就下不去 总之 不单作为世界上一个 比较特殊的国家 能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而绝不是很多公职 所包装那样 幸福 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把不单作为一个例子 说 不要经济发展 人民也能幸福起来 那你先幸福几年 给我看看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你别跟我说这种话 我听不进去 有一条 有人说不单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单是不是犯罪率比较低 那倒是 不单这个地方 人家有自己的信仰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人的心灵都很净化 对不起 他心灵净化不净化 没指标 我没法查呀 反正是文盲 百分之六十 国王都在英国接受教育 王室在英国接受教育 就王室呢 幸福生活 是国外的高档消费品 而这边老百姓过着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那种生活 那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老百姓被愚昧 然后呢 文化生活就几乎贫乏到为零的这种状态之下 你说只靠精神生活 靠宗教生活 他被灌制以高幸福感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我不太接受 我不太接受 我能接受的是他生态环境一流 但生态环境一流 那是因为他没工业嘛 对不对 在现代工业发展起来之前 全世界哪个国家生态不是一流 都是一流 他现在不单到底什么样 我看有一个人写邮寄 他讲了几句话很逗 他说 在不单 交通靠走 通信靠吼 治安靠狗 他说这不单 我这东西不是不单呀 这不是形容以前吗 说以前我们那个社会 没有现代工业 所以我们都这样 那就是不单就是 不单现在就这样 知道吗 随便见个小姑娘 我问他 我说你们上学走多远呢 他说上学走 翻译说了半天 我怎么听着有点吓人呢 你知道吗 走十几里地 山路 我想起来也是 没有平的路 没有平的路 咱们也去过很多山区 但是不单的山实在太吓人 喜马拉雅山主卖延伸线 你想想 这个路啊 我们说这个 我们对这个路 因为坐着晕嘛 颠得厉害 晕得厉害 啪 90度角 刚拐过 又有90度角 85度角 43度角 你吓死个人 导游说 你们就知足了 不单有路 这是不单的一个伟大进步 不单有路 伟大进步 怎么说呢 原来我们没路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到了60年代 不单才开始有了公路 但是呢 这个那公路只是象征性 有那么几条 那个时候印度总理叫尼赫鲁吧 尼赫鲁当年访问不单 你知道怎么去的不单吗 尼赫鲁当年访问不单的时候 是沿着蜿蜒的小路 骑着马 去不单的 那费劲了 就连路都没有 所以你要看到人家不单现在有路了 所以你就别嫌弃路怎么着了 有路了 而且还有几架飞机能飞出去了 已经不错了 不单这个地方现在完全被印度控制 这个不单藏匿在青藏高原 边缘的这么一个王国 这么一个小国 在山间呀 确实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真面目 最近讲到不单的事情 我特别庆幸的就是 我有机会去过不单 看到那个被你们称之为特别幸福的 人类幸福指数最高的那个不单 到底是什么样 什么样 就是没有工业文明那样 你走到所有的地方 千百交通鸡犬相闻 原始阳态 有人说那好啊 那充满诗意啊 对啊 你写完了诗赶紧的回来 你在那地方接着过诗意的生活 每天都是诗和远方 那也不行 我觉得中国社会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我们几千年来 我们是个世俗的社会 我们可以有诗和远方 我们小忙的诗和远方 但是我们必须 你知道吗 我们的老祖宗 过日子 强调的是 开门七件事啊 油盐酱醋茶 生活什么 生活就是过日子 所以你一评写了一本书 叫日子嘛 对吧 日子很重要 你没有物质生活 你说光是诗意和远方 那这简直不可想象 你说诗和远方 人也很幸福 你在能够解决 基本的吃穿住的问题之后 你才能够谈得上 所以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论断 就叫做人必须解决了 基本的吃穿住的问题之后 才能够谈得上文学 艺术以及其他 这叫什么呀 这叫历史唯物主义 你不承认这个主义 你总得吃饭呀 你光是诗和远方 那几十万人 在英国毕业的牛津剑桥 毕业生的统治之下 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他们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老百姓就过着那样的生活 你愣说那个东西叫幸福 这不是骗人吗 对不对 除了首都以外 首都当然有点路 我们是在首都 那其他的地方真的是 完全是实践文明状态 1960年的时候 这早了 那时候我才四岁 60年的时候呢 不但国王访问印度 在印度的支持之下 这个国家迎来了历史上 第一条公路 1960年 国王到了印度 求印度给我们修条路吧 1960年 修了一条路 一共多长呢 伟大的世纪公路 180公里 就这么一条路 那也是 那其他地方也没 到现在也修不起来 所以你在中国 中国的高速公路 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四通八辣 现在我们很多年轻的孩子 跑到欧洲去之后 跑到美国都觉得 第三世界 你倒不单 你就知道那种感觉 那确实奇妙 只有诗和远方 有意思的是 今天很多旅游者 跑到不单呢 他就找那种 就找那种难走的路 就是要 就是要费劲 我就是要走高山 不景 我就是要 走小河 我就是要在那个 罗马走的小道上 切着拐弯走 我就是要 骑着马力的歪鞋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不单 现在 从60年开始 到现在60多年 过去了 这个国家 你现在 你现在到那之后 开车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爽啊 哈哈 我当时 我不开车 但是我跟他们开车的时候 你们到这爽吧 你怎么爽 太爽了 一个红绿灯 你都找不着 那不很爽啊 没红绿灯 厉害吧 但是没红绿灯 你知道吗 没红绿灯 如果对面那个人 他不自首交通规则 那你你你你惨了 所以这个秩序 完全是一个 自组织化的状态 不单有个第二大城市 叫帕罗 帕罗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机场 我们是从帕罗那个地方 进入到不单 这不单这个地方 这条空中通道 是和外界接触的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这么一个通道 1999年的时候 不单有一个伟大的变化 1999年呀 不单呢 有电视了 后来又有了互联网了 再后来 21世纪的时候 200几年 03年还是04年的时候 不单呢 有手机了 有手机可以打电话了 但传输信息 你现在刷抖音 你再不单 不单想刷抖音 那你门也没有 不单对现代化设施 它有一种 有人说是抵制 我觉得咱对人说 判断一个人 不能这么武断 不单你不能说是抵制 你只能说 它困难 财政就这么点钱 整个全国 满打满算 27个亿的收入 扣去成本 你说有几条钱 就跟你们县里边 什么都想干 它奈何 它能力不行 它不能够 有人说 好 正好借这个机会 干脆 我就是要打造原生态的东西 让你穿上本民族的服装 让全世界来的人看我们怎么幸福 于是他们的幸福最简单的 最廉价 一毛钱成本都不用的 就是吵你笑 所以在布丹尼可以看到 那人就吵你笑 他就全这样 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 吵你笑 这个笑还不是 跟我们笑 我这个一笑 皮小肉不笑 我笑起来让人恐怖 是吧 面目猙獰 但是人家穿着那种原始的服装 然后呢 在那儿了 三三俩俩的 然后吵你笑 那好多时候你看 哇 你看人家多满足 对不对 瘦归瘦 穷归穷 但是人家非常 非常这个满足 布丹现在是个亡国 早年间 就是吐蕃的一个部落 布丹就是一个部落 布丹部落 布丹的布是 是no 是这个部 部落的部 然后是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那个部 他在元朝的时候 是归宣政院管辖 清朝的时候 才才所谓独立出去了 国务 国运不行了嘛 这个国家的信仰是什么 现在是吧 佛教啊 所以周围都是高山 哪儿去不了 高山形成了一种屏障 因此 它是藏男文化的一部分 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它跟外界 就是人家过的日子 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所以不单是一片禁地 你说它是世外桃源 世外归世外 桃源不桃源 哪另外也说 桃源是另外一种样子 是吧 桃花物里桃花安 桃花安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 种桃树 又摘桃花 换酒钱 桃源明的那种境界 你到了不单 桃源明是诗书其化 无所不能呀 桃源明的精神生活 绝不是简单的 傻心一种东西 然后过着最贫贱的生活 九斩花枝 说的是 我不当公务员 是吧 车臣马足 富家去 是说你们在朝廷里面 供这个被权力驱使 你过得不幸福 我的幸福是过简单的生活 有过复杂生活的能力 选择简单的生活 和你从来就没有开盟 没有开盟啊 一直愚昧状态 被禁锢在这 这是禁地的状态 那完成两回事啊 世界上最后一个 开放电视 开放互联网 你问问我们胡同 这很多老头 现在快乐之一 就刷着玩 老年 老年成隐性 防沉迷系统 必须得装啊 现在很多老头 血压那么高了 都血压都上到180了 不行还在刷 180 刷呀刷 为什么呀 就说现在啊 这种手机啊 手机所带来的 这种现代文明的生活 确实有它的弊端 就把180还刷呀刷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说你根本就没这个东西 你通信基本靠吼 那你说我刷这个东西 我180刷呀刷 幸福呢 还是我通信基本靠吼幸福呢 你不能写信啊 文盲怎么写信啊 文盲的村里找人写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现代的所谓不单的幸福生活 大众媒体没有 但是国王的人家 利用欧美啊 至高无上啊 国王家族 人家当然了解国外 不单这个国家 我觉得欧美一些国家 他们把它评为全世界最快乐国度 全世界最快乐国度 他把它排名第八 到了中国就把它传成是全世界第一 不单全世界排名第八 说最快乐 然后呢到了中国国内呢 零八年前后 正是中国最中国公知最猖狂的时候 说把它排名是全世界第一 这当然信息是假的吧 但是说是亚洲第一 都是真的 我说了我说了好长时间了 我就是对这个所谓最幸福 有那么一点质疑 你全球金融危机之下 西方发展模式 让大家失去信心 那雷曼兄弟那种玩法 华尔街飞猫那种玩法 索罗斯的那种玩法 你不能持续啊 犹太集团的那种玩法 不能持续啊 美国模式 全世界割韭菜的玩法 不能持续 那既然这样 人类要走一条路 应该怎么走 有人就涂皮蹊径 说那干脆 咱躺倒什么都不干 所以说躺平是现在的事 躺平在那个时候 2008年 有人发布全世界快乐指数排行榜吧 不单排到里边去 不单啥都没有 过着最疲寒的生活 有失有远方 所以他们幸福 这是对GDP为重的主流的一种排斥 是一种新的幸福观 我说呀 今天幸福这个模式啊 我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幸福呢 除了我们大家所能够理解的所有东西以外 我觉得有一种 有个指标很重要 就是自由度 没有自由度 谈不到幸福 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可以拒绝做这个事情 我能做这个事情 我不做这个事情 我有手机 华为Mate 40 Pro 但是我不用 我享受宁静 我满足基本的营养物质生活的条件之下 我再跟你说 我现在呢 我现在可以减少进食量 这和你没吃的 能一样吗 这和你压根 通信靠厚 能一样吗 你有华为Mate 40不用 有5G不用 有5G AI不用 和你什么都没有 基本靠好 那能一样吗 这完全两回事 因此自由度的概念很重要 不但有自由度吗 没有啊 不但国民没有自由度 国王也没有自由度 国王所谓幸福 就是被那些那个王后啊 国王大照片挂的满大街都是 就跟你在你跟缅甸满大街挂昂山素季一样 这是老百姓可以说正面理解 对领袖的热爱 但反过来看 这不是把他们当神吗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形式吗 这不是不单的第二信仰吗 我们靠这个东西 比方说现在四百万频道的观众朋友 咱们之间这种交流 您觉得要这种日子你过起来 你们家挂几个画像 你神话的 你觉得那东西能幸福吗 这不可能呀 我说国王王室也不幸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政治上不独立 军事上不独立 经济上不独立 完全被人家捏着 一个不好的词啊 叫儿皇帝 从属于印度 如果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按照印度人的念头 早把他变成 阿罗纳切尔邦旁边的那么一个 另外一个小邦了 甚至直接就病人到 这个阿罗纳切尔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承认什么 阿罗纳切尔邦的 没这回事 所以现在不单就在两个大国之间 在那地方 苟延残喘 老百姓处于愚昧状态 你把它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 幸福从哪来 幸福不是毛毛雨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现在不单老百姓 不单这个国家的决策者表现出了一点抗争精神 说我要跟中国谈一谈 分三步走 搞他一个谅解备忘录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 下期见